不要抵护 不要抵护 Wedress 现在 抵护 逃 不 别逃 别逃 她跑了 有哪些高能看点吧 我是Charlie Watson 我是18 今天 其实 是《The Beetle》出售吗 你真好 生日快乐 对 你没有看错 《变性金刚》系列电影出第六部 是大黄蜂的个人 不 个车电影 这部电影 要是没看你怎么好意思在外面说 自己是《变性金刚》的死忠粉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变性金刚》 《大黄蜂的番外篇》 主要是讲了《大黄蜂》被反派追杀 而反派想要得知晴天中的下落 大黄蜂拼死守护好基友的故事 大黄蜂在各位粉丝心中的地位一直很高 热爱《变性金刚》热爱机甲的你 怎么会允许自己错过这部电影 二 好到如同开挂的手气 平凡普通向往自由的18岁少女 查理在垃圾场给自己选了个生日礼物 一辆黄色甲壳叫车还是坏的 这种故事设定在要是你我身上 接下来的走向一定比广告还无聊 但是查理就不同了 女主角光环挪罩着她 捡回来的这辆废弃甲壳居然是大黄蜂变的 就她这手气 当时捡的要不是甲壳而是什么彩票 估计分分钟报复啊 我也想随手捡个大黄蜂 实在不行随手捡个晴天柱也行 所以说 这种已旧换新的个人技能到底是在哪里学的 还是国家统一发放 还是个人申请啊 有关部门抓紧时间办理行吗 后面排着这么多人都挺急的 哈哈 三变形金刚与少女的最萌CP 人品大爆发的查理捡回来大黄蜂以后 故事能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 所以查理就和大黄蜂组成了史上最萌CP 开始一起拯救世界了 你们这对CP反差也太大了吧 这叫什么 冰冷硬车与小清新 美女与机甲 我与四驾车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但是还别说观众还真的就挺想看的 哈哈 四变形金刚的感情线 妖兽啦 变形金刚都有感情线啦 你辆车居然都能和人类少女有点不得不说的故事了 而你还是单身狗 大黄蜂温柔又可靠 平时安全没意外的时候可以开着出门方便快捡 遇到危险就能立刻变身为战士保护自己 又循环大致时刻准备掌救世界 手心拥用又有担当 偏思也不肯透露好旧有青田珠的下落 试问哪个少女不想跟大黄蜂开始一段甜甜甜的恋爱呢 诗意梗也玩到变形金刚 绝症 诗意和称呼一直都是韩剧的三大宝 如今时代变了 连变形金刚都要开始玩诗意梗了 刚刚被查理捡回来的大黄蜂诗意了 不知道自己叫啥 不记得自己是谁 自己轮轮的垃圾厂原因也忘了一个二锦 就能大黄蜂这个名字 还是查理给献取的 不得不说开挂少女就是不一样 一击击重 直接帮大黄蜂找回自己的身份 另有变形金刚也卖萌 一直是硬汉人设的变形金刚们 如今也开始卖萌了 唉 没办法 社会难后 吃过生活的苦受过生活的累 就不得不向生活屈服 向萌即正义的大方向靠拢啊 但是你还别说 大黄蜂卖萌真的挺萌的 刚被查理发现的时候 就把脸放在查理手上要摸摸 你这算什么变形金刚 你这分明就是大猫呗 这炉火纯青的卖萌技术 是在垃圾场跟流浪猫学的吧 七 实命和感情的抉择 负责拯救世界的大黄蜂 遇到了历届超级英雄都会困扰的世界难题 剑莎和女人不可兼得 咳咳 说错了 是实命和查理不可兼得 大黄蜂如果选择救查理 就要放弃使命放弃国家大义 可是如果拯救了世界 查理就会陷入危险 那可是拯救了他 把他带出垃圾场 一直陪伴在大黄蜂的身边 是他的家人查理啊 我就说故事情节怎么可能一帆风顺 想象到了要虐没想到 一上了就这么虐 这个情节水血的 除了挨打 明年1月4日上映的大黄蜂 真的是全程高能相当精彩 到时候一定会掀起一股全民 都看变形金刚的热潮 你要是不看就out了 到时候电影院约起来啊 我是毒妹子 感谢收看本期影视有毒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获取更多影视推荐 请关注订阅影视有毒 我们下期见 一点点麻烦 祝兴 大家部分…… aboard